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東京的復古風味咖啡店版多的 比方說位於西底蛙招和初期古名家改建的 Regando咖啡店 位於東英車站附近有三連銀行營業室改建的 Cafe 1894 還有我們這次推薦的由錢湯改建的 Le Bon快災湯 位於入股的Le Bon快災湯 是1928年開幕的錢湯 距離上野前草不遠的入股車站 大約走路約兩分鐘 服務在地居民大約90年左右 直到平成結束之前結束營業 其後這裡被一家建築公司改建過後 於2022年夏天重新開幕 這家咖啡店外觀就是大家電視上常看到的那種 昭和初期的建築 因為入室要拖鞋 所以進到咖啡店一滅而來就是鞋櫃 大家可以選一個自己喜歡的號碼 把鞋子放進去鞋櫃 有沒有越來越一種進到前湯的感覺呢? 放完鞋子之後就進到更衣間改建而成的咖啡廳 面對大門右邊的部分是女性更衣間 左邊是男性更衣間 右邊是吧台以及部分的座位 穿過翻台就是前湯收起來的一個高台 我們到了左邊更有空間感的區域 墻壁的書架放置了不少關於前湯歷史的書籍 大家可以閱讀 我很喜歡雷鳳快哉湯把南宇更衣間的隔間保留起來 除了保留傳統感以外 也讓咖啡店的設計多一點層次感 至於泡澡的地方有點可惜不是喝咖啡的區域 而是office以及舉辦活動的lounge 但還是可以進去參觀 看到牆壁上的富士山壁花是不是很有日本感呢? 食物的部分 Le Bon快哉湯提供九種不同的飲料 但推薦的是他們的Coffee & Ice Cream Maquillage Plate 就是咖啡跟冰淇淋的婚姻拼盤 咖啡為自家兼備 然後水果冰淇淋是跟簽約的果農購買 先喝一口咖啡 趁口中還殘存淡淡的酸苦味後 吃上一口甜甜的冰淇淋 美味 冰淇淋真的跟咖啡結尾連理了 Le Bon快哉湯 絕對是一家可以為了這家咖啡店到此一猶之處 但如果都來到這裡了 何不也拜訪一下周遭的其他咖啡甜點店或是景點呢? Up To You Cafe 雖然店內小小的 但非常的精緻 甜點、店內裝潢、餐具都非常講究 是一家非常適合IG打卡的景點 另外店長是世界拉花大賽的第三名 很可惜的是當天天氣真的太熱了 所以我們傻傻的沒有點熱咖啡 下次拜訪的時候絕對要點熱杯熱的 像威烏斯一家開業快100年的央視老店 除了是塔貝洛過的百名店以外 也是米其林指南推薦的餐廳之一 炸物炸的金黃酥脆不油膩 店內的氣氛跟服務態度也很好 價錢也算合理 一定要來拜訪 從入骨往鷹骨的方向走 我們來到一家店名很浪漫的麻糬 日本茶專賣店月光 這家店的麻糬利用青森縣糯米 阿卡里麻糬 然後店內販賣的麻糬 都是當日倒出來的 所以吃起來Q度十足 卻不會過硬 真的很好吃 入骨最知名的神社應該是小野趙奇神社 聽說玉珠印非常的有名 本店於江戶末期 默默輕盈二年所建造 幸免於關東大地震以及美軍的空襲 所以十分的珍貴 另外神社在天明二年所建造的富士種高15公尺 就是一座縮小版的富士山 是日本重要有型民族文化財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看完我們的影片有沒有想要來入骨來場半日遊呢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請問一下 請觀眾 請問一下 先回答 請人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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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